自己的新聞自己報 用鏡頭關心地方大小事 我是PayPal一日公民新聞主播Dove 加入公民新聞記者已經有四年多的時間 平常我經常拍攝小農 地方文化以及小人物故事等等的報導 今天擔任一日主播 要跟大家分享一位退休回鄉 經營魚菜共生農場的農夫故事 呂正元從小離開家鄉到大都市工作 工作三十餘年後退休 退休回宜蘭家鄉建立魚菜共生農場 一個4.5噸的一桶 裡面差不多300隻的鱸魚 一桶就300隻的鱸魚 我現在目前不敢大量 因為我現在剛剛系統剛跑 我不敢大量 因為我之前去年也是碰到一些問題就是 那個水好像沒穩定還是什麼 就是魚都一直死掉啊 我接觸這個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 其實剛開始做了有點後悔 因為花太多錢了 而且又看到菜漲得不是很好 所以有點後悔了 又花太多錢又增加老人家 就念念念 真的有一點 又累了 然後就跑下去 後來是還堅持下去 還是一樣繼續做啊 而且你做下去也沒有做不行啊 對啊 他是農家子弟 小時候必須要幫忙農事 因為父親是傳統的農人 家裡還有幾分地在種到 但採用的是傳統的施肥農藥的盥形農法 呂政員也積極學習友善農法 希望能夠慢慢的改變長輩的觀念 除了公民記者的身份 我也是孩子的家長 有時候會在學校中擔任志工 接下來的報導就要跟大家分享 生活中所看到的 小學生為了減速 減少垃圾 一起做的努力 今年台北市西洋國小的原油會很特別 買奶茶 買鬆餅 都要自備餐具 我們有餐具有嗎 謝謝 你們原油會啊 要自備環保餐具 你覺得怎麼樣 會不會很麻煩 不會很麻煩 我反而覺得用環保備 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為今年有做那個 有強制希望大家用那個 帶環保餐具來 所以今年就少很多 目前我們到 已經快11點了 我們都還沒有收過 以往這邊已經要分 收好幾袋走了 負責廚宇與垃圾老師 也感到非常的開心 垃圾減量將近五分之一 原油會不只希望減速 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 學校圖書館也推出了飄書活動 將一些狀況不錯 但要淘汰的書整理出來 免費讓家長小朋友 挑選帶回家閱讀 讓舊書再利用 全台總計有10882所公私立各級學校 若能從學校活動推動 不用一次性餐具 我想對我們的地球 一定會減少很多的負擔 我是一日公民新聞主播豆腐 擔任公民記者可以讓我 用鏡頭去分享許多 我所關心的事物 也因此看到台灣 許多真善美的故事 雖然拍攝剪輯出一篇影音報導 需要花費許多的心力 但我仍願意持續努力 希望更多人一起加入 公民記者的行列 一起分享在地感動的故事 中文字幕提供